比較重視它的一個完整性 向民眾解說起畫作的風格特色 水墨畫家莊瓊瑩老師 以乾筆濕染的方式來處理中國水墨畫 讓每幅畫作都帶有單純蒼蠻的意境 那這些質感呢 它是枯燥的 所以它的筆觸 我用的筆觸就比較乾筆 所以看起來 它整片和田是比較蒼蠻的 那是一種很靜密的一個空間 那我本身就很喜歡這樣的一個氣氛 那我這一幅畫的一個眼鏡呢 完全靠這個線條的粗長跟短瘦 用這樣的來做一個眼鏡的氣氛 台灣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 畢業的莊瓊禮老師深受西畫音像 在藝專期間又分別向傅眷夫學習山水畫 以及李石橋畫室學習樹苗 奠定深厚的美術基礎 因此讓它的水墨畫 獨樹一格 沒有大量的留白 也沒有山水花鳥等符號 而是透過細膩的觀察和線條 來處理水墨畫中的質感 國畫一般的留白相當多 比如說天也留白地也留白水也留白 淫煙也留白到處是白 但是我的白只有物像受光的部分 其他沒有 所以我把白定義化 定義成一種有意義的物像的亮面 再來就是說我的創作是以墨色為主 在海美上色以前這張畫已經完成了 色彩只是一個補助而已 再來我拋棄傳統國畫裡面所有的符號 讓水墨畫回歸最單純的線條 透過多層次的筆觸來傳達畫中的意念 這場水墨畫展共有52幅作品 在大盾文化中心展出到21號 有興趣的民眾不妨前來欣賞水墨畫的另一種美感 記得你將台中查報